一个人究竟是哪一种体质 在不同方面都有着不同的表现 有三种体质最为典型和常见 对于这三种体质的养生方法也是迥然不同 那么这三种典型体质分别是什么 针对体质的差异 我们又应该采取怎样不同的养生之道呢 请继续收看 解读《黄帝内经》长寿篇第十八集 养生方法人不同 内经的阴阳二十五人 它这个体质概括了人的方面是比较全的 包括人的肤色了 人的形体了 人的状态了 包括人的行为了 生理功能 心理特征等等 实际上在这基础上 我们现在临床上经常常用的 也就是一种什么 九种体质 也就是说这个九种体质 基本上就把我们人的 正常人的 整个的体质进行了一个划分 那么通过调查呢 也了解到 九种体质当中啊 其中属于偏波体质的 占我们人当中前三位的 主要是什么体质啊 一个是气虚体质 一个是阳虚体质 还有一个是 湿热体质 那么在这里呢 我就着重说一说 这三个 我们在养生上 应该怎么去 主意了 那么我们先说一下气虚体质 实际上就是气虚不足的人 那么气虚不足 你看看 就是什么样的一些表现呀 平时啊 这种语音的确 气少懒言 也就是不愿意去多说话 而且呢 容易疲乏 经常感觉到比较累 精神不振 而且有时候头晕呀 健忘啊 容易出汗呀 舌头比较淡 而且舌体比较胖的 舌头这个周围呀 好多有齿痕 而且舌质是比较大暗的 这种人呀 不太善于交流 不太愿意多说话嘛 而且呢 这种人呀 耐受这个环境 气候变化 这个能力比较差 经常啊 感觉到什么呢 说这个季节一变换呀 天气一变呀 他就容易感冒 那么对于这个 气虚体质的人 在这里我也建议 是不是你应该 多吃一些 具有一气健脾 作用的这些食物 比如我们讲 像什么 大米呀 小米呀 土豆啦 红薯啦 山鸟啦 这一类的食物 你是不是应该 多吃一点 滋补一下 后天之气 而对于一些 心酸好气的 你也要少吃一点 像什么一些 槟榔啊 像一些什么香菜啊 这类心酸食品 你要少吃一点 有的人还是说 说你能不能给 推荐一个食疗方子 我们说实际上 我们很多家庭 有时候也在做 尤其是广东的人啊 经常做 说炖个乌鸡 乌鸡里头 可能放点西洋参 或放点什么 黄芪 这就挺好 对于补补你的这个气 渐渐你的这个痞 实际上是很有帮助的 另外呢 这样的人呢 我讲啊 是不要太过的操劳 中医院也讲啊 叫做劳泽气号嘛 所以这个时候 应该注意 修养自己的身体 另外也可以通过一些 其他的养生的 运动养生的方法 比如我们说 散步 慢步走 或做一些八段紧 这样的活动 以静养 运动不太剧烈的 这种方式 来进行调节 这是第一个 气虚脂的人 第二类 阳虚体质 其实阳虚脂跟气虚脂啊 你说有多大差别 你要记着啊 阳虚的人呢 偏一种什么呢 阳不足 他有点什么呀 这怕冷 手足啊 也是凉凉的 而且喜欢吃热食 平足精神也不振 睡眠呢 好像是偏多一点 小便呀 怎么样呢 我们讲小便清肠啊 小便也多一点 大便呀 也有点不成形 大便糖薄 看看这舌头 舌头也是偏淡 舌头 胖嫩 边有 吃恨 是这么一类人 而且呢 他一得什么病啊 大多都以什么啊 都以这个 寒邪为主的 所以惧怕吃这个凉的 一吃凉的 可能就 加重 有的是稍微偏变冷 怎么样呢 症状也 加重 那么对于这样的人呢 我们的建议呀 是不是可以用点 干温益气 生羊的 这些方法 这些食物 比如像一些什么呀 羊肉啊 韭菜啊 葱啊 姜啊 这些食物 可以多吃一点 少吃一些 含粮的食物 像什么生鲜制品了 像什么雪糕了 这些东西还是 要少吃一些 另外呢 也可以做做一些 穴位的按摩 按摩一下这个 命门和肾书 这两个穴位 命门和肾书怎么找 实际上啊 很好找 也就是说 它的穴位啊 是跟着我们 这个肚脐呀 是水平 哎 画一圈 跟谁相交啊 跟我们的脊柱相交 找着跟脊柱交点的 这个位置 这实际上 就是什么呀 就是我们所说的命门 那么这个穴位 在各旁 还一点五寸 这就是什么呀 这就是 神术 那么对于 这几个穴位 神术啊 和命门呀 可以 摁呀 也可以呢 进行揉按 都是可以的 对于补充我们的阳气 是比较有帮助的 而且呢 在秋冬的时候呢 要注意 这个下肢 腰部 它的一个保暖 该及时添加衣物 及时添加衣物 我们现在有的时候 各个医院在做这种什么呢 三伏贴 实际上它三伏贴 也是利用一个什么呢 说夏天阳气比较盛 我们再用一点什么 新散的那些药物 来去伏贴上 以补充我们的阳气 对于阳虚体质的人 我觉得这是最好的 可以建议大家用一些 另外还有一个体质 就是湿热体质 这种体质的人呀 实际上我们现在生活当中 比较脱进 这一类人呢 性格都比较糟 而且糟而易怒 口啊 又苦 有的还干 有的是什么呀 口气还是比较重 而且感觉到这困倦法力 也是懒得懂 心烦 懈怠 有的眼睛呢 还比较怎么样 还比较红 有的还经常有血丝 有的男性 这个阴囊啊 还特别潮湿 小便呢 也是比较黄 有的是大便 比较早级 有的大便 特别黏 这样人还有一个特点 也就是 你看这个脸呢 好像老不是那么干净 好像老是有油光光的 有的人还容易长什么呢 容易长这个痘痘 有的身上 皮肤上 容易长出这种小结子 这种人 你再一看看那个舌头啊 有的舌苔啊 比较白或比较黄 舌苔满布 这就偏一种湿热 实际上对于这种人呀 我们建议呀 这个时候啊 你饮食是不是应该清淡一点了 应该吃一些什么呀 我们称作叫肝寒 肝瓶 或者是什么呀 清粒食热的这些食物 像什么 逆仁啦 莲子呀 芙苓啊 红角豆啊 绿豆啊 冬瓜呀 黄瓜呀 白菜呀 芹菜呀 等等这些食物 是不是经常吃一点 对一些辣椒啊 这些食品要少吃 尤其是对一些什么火锅了 烹炸食品了 烧烤食品啊 这种东西都是高热量的食品 容易生坛化湿的 这些应该少用 有些人呢 爱喝酒 我就劝呢 说他这些 有湿热体质这样的人 尽量呢 要少喝酒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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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